你 也不知道宋小姐 找我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啊 没什么事 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啊 宋小姐说笑了 想必宋小姐来找我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其实呢 我是想开一家报社 收购几家制药厂 现在就差一纸批文了 事后不会忘了你的好的 宋小姐啊 你如此能说会道的 这个忙我文轩一定帮 你会做一切 你会做到这么多的事 你会做一些事 还是需要的事 你会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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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做事 你会做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那个叶云长一直和我打贸易战 你一定要帮我 我要是帮了你 我有什么好处啊 讨厌 小姐 谢谢啊 你脚扭伤了应该多休息 别再忙了 没事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今天还要倒不少药材呢 我还得收货呢 云长 云长 不好了 出事了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原本给咱们供货的药材商 都不卖货了 那外地的药材商呢 那可是几十年的老关系了 城里城外都传出了消息 说是一个人买走了所有的货 不会又是乔政天稿的鬼吧 我看不像 不止咱们一家医馆 所有的医院和医馆 都买不到货了 这外面怎么了 出去看看吧 云长 你留在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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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啊 欢迎大集啊 欢迎大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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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同期同期 好 好 来吧来吧 里边请啊 到里边请啊 来 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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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出去啊 出去啊 来 出去啊 出去啊 来 出去啊 来 出去啊 里边请 里边请 奇怪 那个女的不是宋记者吗 去里边办过去吧 她怎么做起生意来了 去里边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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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我刚才打听了 听说这个齐兰德商行啊 出价很高 市面上能买的药全都买 刚才有很多人在骂她 她 她这是损人不利己 我只想要讲讲道理去 小姐 小姐 你千万不能去 你想想 这老百姓能忍一天两天 那忍不了一两个月 再说 他们后面有日本人撑药啊 这很多商人都怕他们 还有点奉承他们 日本人撑药怎么了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地盘 她不信治不了她了 大黄 你看好医馆 我去一条市政厅 我陪你去吧 走 小姐 齐兰德商行的货物可以放心 你给他们送过去吧 是 慢着 你先下去吧 好的 原来是你批准商行 经营药材生意的 你不知道他们用高价 垄断了药材 全城都没有药可以用了吗 老百姓去哪儿看病 云长 这可是正当的商业竞 商行的老板宋子卿 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帮她 我为什么要帮她 因为她是我的女人啊 我不帮她谁帮她 文轩 你又有女朋友了 恭喜你啊 我又能找你恭喜我吗 你是觉得我上官文轩 找不到女人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希望你们早日修成正果 云长 我们走 上官文轩 上官文轩 你嘴上说着多喜欢阿瑶 背地里干这样的勾当 我告诉你啊 你这种以权谋私的人 我看不起你 不要脸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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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呀阿瑶 阿瑶 你别生气了 文轩她就是 鬼迷先呛了 才会被宋子卿骗的 我没生气 文轩她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好 那是她的事情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 你别生气了 我喜欢的人也不是她 星辰 她可能也回不来了 她一定会回来的 不管她什么时候我回来 我都会等着她 阿瑶 咱们从小跟文轩一起长大 万一她真的是被宋子卿骗了呢 我一直都把文轩当弟弟看 但愿宋子卿 是真心对她吧 二位女 小心点啊 二位女 二位女 你们想干吗 黑哥俩耍耍耍 你们走开 走开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再跟往前 我就跟你们不客气了 云成 亚亚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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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躲起来 快躲起来 我躲 往我躲 走开 跑去 园长 园长你没事吧 园长没事 园长 女侠 女侠饶命啊 女侠 我们再也不敢 女侠饶命 女侠饶命 饶命啊 还不快滚 女侠 快走 走 云成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我当时在国外啊 去学防身术了 这对付这几个毛贼 真是绰绰有余 对付这种人啊 就应该下狠手 免得下次啊 还得出来害人 你说得对啊 对付这种人 包括宋子清 就应该以报制报 阿瑶 你先回医馆吧 我回家有急事 我先走了啊